台北股市多头气势相当暢旺 让指数今天以小涨开除之后 在台积电还有等电子全职股领军之下 持续的稳步上攻 而中场上涨0.59% 收在11075点 难道外资回头爱台湾了吗 因为外资上个礼拜四 领了台积电的股息以来 竟然已经买超台股高达200多亿元 而且7月份以来的涨幅达到2%以上 相比邻近的国家 其实台北股市的股汇表现 其实都是最强的 不过分析师仍然就说要小心提防 因为目前已经来到了台股的K值94.5 距离今年1月23号的高点95.59 只相差一点点而已 因此指数冲破11270点之后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崩跌的情况 不过台股真的有过热的迹象吗 其实要观察一下中央大学财经中心 最新公布的景气指标 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到82.38点 这已经是连续4个月呈现下降了 甚至还创下8个月来的低点 甚至看到其他的6项指标 也都是全数下滑的 尤其是投资股票信心下降的最多 创下将近一年来的低点 而未来半年的国内物价水准达到44.05点 连续5个月都低于50点了 甚至还有像是家庭经济状况 也连续4个月下滑 另外像是购买耐久财性的订单时机 还有像是未来半年的国内景气指标 也都下滑0.65点 而这6项指标当中 只有国内的就业机会是乐观指标 维持12个月都是呈现乐观的态势 全部的指标都下滑 难道台湾的下半年景气 真的有点不妙吗